大家好 歡迎回到法庭網新聞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2年的4月23號星期六 還是早上時間 早晨 今節有我許傘 請大家Like我們這段影片 劉克賢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 沙冷氣 3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在前年2019年的10月1號 他們所說的叫做 陸區開花 當然其實不止陸區 實際來說 因為這一天 而改寫了他們的人生的人 真是相當之多 當然要說的就是 因為出來做暴徒 搞這些叫做暴動 在他們身上 或者叫做抗爭 或者爭取民主自由 而這樣的 你是不是出來的話 就預了自己 要負上這個法律的責任 甚至乎是要犧牲你自己的前途 那麼當日 其中一個主戰場 也是黃大仙的 那麼他們為何要在黃大仙搞事呢 就說要霸著一些叫做主要的幹道 也即是是農場道 其實呢 十一 黃大仙暴動案 在這段日子來說 都有不少的審訊是展開過 也都甚至乎有一些是已經叫判刑的 有不同的法官都處理過這一天的案件 那麼當時來講 在農場道那一帶出沒的暴徒 是有過千人以上的 那麼可能你說過千人來說 抓得那麼少 抓得那麼少 那麼我們都講過了 如果你要將過千個暴徒拘捕的話 那麼警力 我想起碼要是五倍或以上 才可以處理得到 那麼大家都知道 一抓到這些人 一定要用最快最短的時間 將他們制服 還要小心他們搶犯 大家都知道 他們搶起犯來 沒有人性的 亂棍 甚至乎什麼武器 都會出齊的 警方雖然說full gear 但是 都會受傷的 是不是 那麼因此 如果真的拘捕到這些人 其實已經是很難能可貴 那麼再加上 這些人 以為恃著自己 人多世眾 我過千人以上 在之前的案件 根據法官所說的形容 案發的時候 有如一個叫小戰場 急救員 和這個軍隊裏面的救援兵 沒有什麼分別 而這次為什麼這個判刑呢 就值得和大家分享說一下 因為這班人當中 經常有些說自己是什麼急救員 在頭盔上 畫個十字架 說自己是急救 然後被警方拘捕之後 就說我不是暴徒來的 我不是來參與暴動的 我來聽有什麼幫忙的 那麼這次這宗就爆笑了 有一個被告人 他都說自己是義務的急救員 那麼為什麼法官 李官都判他是暴徒之一呢 所以都是判他暴動罪成呢 我們稍後再慢慢說一說 那麼這宗審訊 裏面有十二個人 就說他們在王大仙的農場道那裡被捕 全部都是否認暴動 甚至乎藏武器罪都是否認了 真的不得不寫個伏字 人贓並獲了 不過經過審訊之後 有其中一個人都真的可以叫脫罪的 而其中十一個都是罪成 我發覺他們這一班人 對於在一個暴動的情況下 而被警方拘捕 而又發現到 或者當時他們全身那副的裝束 都是跟當時那一堆的黑暴友暴徒是一色一樣的 你竟然都說自己不是來參與暴動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案件已經是用這種形式來扭 是失敗的了 什麼中大保衛戰也好 理大衛城也好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出現過類似的 一些說來到是見證歷史時刻 即使沒有拘捕你的時候 或者叫拉不到你的時候 就說自己是來參與這場抗爭 就好像很有型的那些 拉到你的時候就說不是 來見證歷史 或者用其他不同的理由路過 又說什麼裝束 或者這些東西 是不知道什麼人塞給我的 又見到環境這樣 我就帶起去 正常人都不會在這樣的地方出現 是不是 那好了 說回這一宗案 為什麼這個疑似救護員的人 都變成暴動罪成 那當然這幫人一定呱呱吵 哇 你幫人而已 都要拉買 有沒有搞錯 都要判去坐牢 很重而已 那我們聽聽為什麼 理官就說 相信各個犯人 都是其實因為一時衝動 和不成熟 所以才會 參與了這場暴動 而擔任急救員的這個被告 和其他全副武裝的被告 的罪責是相同的 所以也都要判去監禁 三年零三個月 其餘有六個女被告 也挺嚴重的 要判監三年 那些親友聽到這個判刑之後 馬上哭到幹場寸斷 有一句說話 出得來行 預了要還 你又要威 又要學人 什麼叫做爭取民主自由 就是覺得捨我其誰 或者怎樣怎樣 就是做了時候點就是你這些 那所謂的 怎麼叫全副武裝呢 即是那班人當時在黃大仙 有一個挺特別的場面 和挺特別的畫面 如果大家有留意當時的新聞圖片 我們網上編輯部其實有 相關那些 每一個他們的大日子 我們都有folder 有keep起資料 你看出那天 是在黃大仙挺奇怪的 不約而同很多都會一式一樣的 帶起那個工業用的頭盔 還有絕大部份都會用黑色或者黃色 和黑色的比例是佔多的 浩浩蕩蕩蕩的背包 再加上粉紅色兩邊的豬嘴 穿了有九成或以上 都是帶著豬嘴浩浩蕩蕩的霸佔著龍長道 究竟他們是一組合起來還是怎樣 因為這一區以黃大仙是零射多這種造型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好像很有組織那些 當然他說自己沒有組織 不過有些應該都是無緣無故多達走過來 應該看他的裝租和他們有少少不同 李官說這次的暴動發生在一個 九龍區的交通樞樓龍長道 規模不算小 雖然說他們過千人 但是是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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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搞事 歷時大概40分鐘左右 對於交通來講的滋擾比較小 可能李官就不多去到龍長道那邊 就是黃大仙廟那一帶 其實那裏呢 在我的印象來講 交通非常繁忙 一個很主要的幹道來的 帶來的交通的影響比較小 這個李官說的 可能你說 你在黃大仙住 不是吧 沒有搞錯 那裏 又有多的巴士站 又有小巴 又有這個 又有私家車 很多的 有些轉入新蒲江 有些去九龍城 很多不同的方向 所以那裏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都覺得 雖然這些示威者之間 有扔起碎牛多彈子 還有扔磚頭的極烈行為 但是沒有造成警察或者市民的受傷 都是財產的損毀 和露面的欄杆 那些石膊 就是那些會損壞了 那我們要尊重法官所講的 你可能不同意 但是呢 這個就是法官所見 或者根據他所有的資料 和那個證據 來分析而已 那麼李官都說了 沒有證據顯示 這一單案的被告 擔當了這個號召 策劃 和帶領的角色 參與的程度 屬於低 那其實這班人 說自己沒有大台 所以是很難 找到一個叫做 有策劃 和帶領的角色 那麼這個所謂的救護員 他因為那個裝束 和其他人都一起參與暴動 其餘的被告呢 都是其中一員 來到以人數 鼓勵暴動 成為一個群體 來這樣對抗警方 就是我們都聽過不少 就說他們會敲打 或者會要囂增加自己的氣勢 那麼李官都叫做接納辯方的求情 就說各個被告 都是來自良好的家庭 那個背景 都不是說叫做很頑 認為呢 他們都是因為一時衝動 和不成熟 沒有考慮到相關的後果 而乾犯這個控罪的 我都不太知道 這些你又說良好的家庭背景 那為什麼他們的小孩 會相信這些黑暴 或者這些叫民主自由抗爭的東西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一時衝動的話 之前其實都會有少少成因 就是一時的衝動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黃了 如果那個老家 家長呢 或者家企呢 都要一定的責任 不會一日之內就變 或者那一剎那之內就變 一定是慢慢給這個 修禮風波的風暴 洗腦才會瘋到要出來做暴徒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道 乾犯控罪之後的後果呢 其實都 不要開玩笑 612到10月1日 這段時間裡面 他們不知道進化了多少 可能手又說要寫個電話 又說什麼要被人抓的時候 要大聲說自己的名字 李觀也都說了 第一被告姓譚的這位哥哥 24歲仔 全副武裝 罪責也都比其他的被告重 所以就以監禁三年半為量刑起點 因為都叫做考慮到他的背景良好 扣減一點就變成三年零三個月 剛才提到那個救護員的角色扮演 Crossplay這樣的友仔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亦都說他參與這個暴動 所以也都是全副武裝友 所以同樣地都是三年零三個月 剛才提到有六個小女孩 李觀說他們由於性別 或者缺乏全副武裝 所以對於抗拒警方的執法 以及鼓勵其他人的激烈行為的風險 相對較低 所以會給一個比較低一點的量刑起點 所以每個就判處監禁三年 講到這些的女被告 我見到小的那個都有21歲 而算是叫做大一點那個 都只不過是25歲 所以想到這些案件真的很可悲 你家人或者親朋戚友 哭到無謂 所以有時候自己出來參與這些暴動 拉到你或者叫做拘捕了你之後 就不要在那裡裝無辜 這些在我眼中覺得就是極樣衰的 又要承認又不肯承認 還有現在這個叫救護員 笑到肚子都亂了 希望那些想著叫做裝鬼裝馬 門天過海這些就死了心 好了今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拜拜